熟女座的朋友大家好 伴随着这一个双鱼座的信任呢 在这个农历的二月 你们的运势会二月 你们的运势会怎么样呢 那可能你们会听到其他的张星是说 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双鱼座的信任 那所以呢你们就可能会派脱啊 会结婚的什么什么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假的 OK 因为其实张星不是那么简单 那但是因为你们是 这一期里面的那个星座运势的第七个嘛 所以我就正如我上一期 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听 就是说呢 我不会就是每一期的那个星运 我在最后的六个星座 我就不会再讲一些特别的那个星座 那个星盘的那个星象的分析 OK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这个农历的二月 并不是有什么结婚的那个运势 或者是派脱什么 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你们的机会其实就是去学习 这是你们你们处女座的朋友 一项最喜欢做的东西 因为你们很喜欢 就是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你们去分析 去吸收 去分析 去 就是有很多的资料 如果有很多的资料 给你们去 去刺激你们的脑袋 你们就会非常的高兴 那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这个农历的二月 你们最大的运势 其实就是学习运 那对于 如果你们是处女座的学生 学生 你们的那个学习运 是会非常的好的 那如果你们已经在工作呢 你们会有一些新的技能 你们要去学习 可能有一些课程 你们要去上课 OK 诸如此类的 就是那个运势会非常的好 那我可以现在这里恭喜你们 但是你们要知道 因为呢 你们处女座一项 就是非常喜欢去学习 去工作 所以呢 不要 就是我们说过有不及嘛 不要太过分了 OK 可能说 有一些新的技能 你们要去学习 那你们就埋头苦干 就是 一直一直去 去做 去学 那这个会挺影响你们的健康的 你们可能会 费整 晚餐 是不是这样子说 就是太过努力的 去这个学习过程 那可能会影响到 到影响到你们的健康 或者是说 影响到你们 跟人家的那个上述的实践 那所以不要太过分了 OK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学习是非常的好 那我现在 现在这里 恭喜你们 而且 并不得 应该 啊